二十成的輝哥是幾輛旅遊巴的車主 三年疫情,令他無奈要國外求善 我本身有五輛車,現在買了兩輛 頂住的開支,就是銀行的利息 可惜,留下的戰車大部分都是五六七箱 其實這三年沒東西做,車就唯有放在這裏 其實你們看到的,放在這裏沒有走 那機件就會一路一路的難,好像難 看到的,很多地方已經刪了售 而且車裏面的椅子、被子都已經曬到爆了 需要維修好,八至十萬左右 才可以整好車去接待日後來的遊客 面對通關在職,旅客重臨,他有什麼準備? 準備就想了很多,想完了 那些車可以接載到遊客,就抽出來 最大件事就是資金日後的車,恢復運作 以及找的司機 他期望的是硬件和配套上,有關方面可以幫助業界一把 無論如何,希望在2023復常之路,人人都可以跨乘一大步 香港始終旅遊都是佔直圍的,前景是好的 等到通關,通關之後呢,大家記得來往一下 好的,請問我們的資金,請便去打獎 我們請問我們